农历正月初时天气回暖 东北山城吉林通化也在这一天迎来了一散后的重启时刻 2月20号22时 通化市东昌区全域同步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至此通化市已无中高风险地区 2月21号 记者在通化市东昌区光明街道光复社区看到 民众可凭健康满出入小区 经过一个多月的居家隔离 不少居民在解封当天来到江边公园透气 感受到还是挺搞性的 至少能出来活动活动 特别孩子再加快一个多月了 确实是太闷了 在社区忙碌一个多月终于迎来解封时刻 光复社区党委书记兼主任刘立 此时仍然繁忙不已 还要对外出人员进行扫码登记撤文 对外来人员也要进行按网格进行统计 了解他们进入通化市 都是从哪来的 下一步呢 我们社区还要按照上级指挥部的要求 规范化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在通化的高速公路出入口 记者看到 目前通化市域内的省计或市级公路交通管控点 以改为健康监测点 对外地来通人员车辆进行测温 扫码和身份核查 对于进程车辆的话 我们严控从中高风险区域来的车辆和人员 进原则上一律确凡 对于其他低风险地区来通的人员不受限制